特斯拉在台74线上执行 快到路口时突然失控 往右偏撞上中央分隔岛 车瞬间解体 特斯拉车体全毁 驾驶跟乘客 两个人当场飞出车外 失去生命迹象 警校货报到场 马上将两人固定在单架上 送一抢救 无奈伤势严重 宣告不致 事发现场特斯拉车身对折 车顶不见了 座椅外露 完全看不出原本的车型 零件撕散各地 检警追查后 发现是酒驾闯破 网红酷炫在IGPO出动态 说6号在台中夜店 遇到特斯拉驾驶 对方就在隔壁包厢 还找他敬酒 没想到清晨看新闻 发现对方酒驾酿成悲剧 特斯拉驾驶是25岁阳姓男子 警方说他酒厕值0.61 生前是豪宅设计师总监 家属7号傍晚到殡仪馆 不发抑郁 乘客是24岁红姓男子 警方验出他的酒厕值是0.32 车上两个人都有喝酒 最后是看安全带勒痕 才找出谁是驾驶 该车为四段 两名商隔军送医 军已宣告死亡 初步检测有酒精反应 最小姐出事特斯拉 新车价大约238万 车子是登记在 陽性驾驶的父亲名下 死者是设计师 北部建築设计学系毕业 是台中一间设计公司合伙人 担任创意总监 周末跟朋友在夜店酒后上路 演变成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剧 TVBS新闻 吕正成廖丸和许佑翔 SNG小组台中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記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